剛剛下班還沒睡得著 所以剛好開了這個Monster Hunter的納良之宴 就馬上打了 其實全新的任務不多 只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活動中的六星深夜大蘇董 打了十隻的特劇龍 很容易打的 它出的道具就是打第一期的團票 其實總數要打三張 可以做什麼呢 就是團旗長槍指引之聖 進化了 另外第二個任務就是挑戰任務 在四樓的集會區域 左邊的獸父梁就是打 就叫做奇面族大逃脫 打的道具就是昆蟲圖鑑下 總數要打十五張就夠了 那有什麼出呢 第一就是獨角先後防具 Alpha及Beta 頭身手腰腳各一張 另外貓裝武器 武器頭腰防具各一張 還有一個在調查資源管理所 那裡就有一個交貨委託 就要兩張的 就做這個外觀裝備蝴蝶 另外現在呢 每天都會在調查資源管理所那個 發佈獎金 就有得每天更新的 每天做齊三個任務 就可以拿到四張的納樑票 總數要打十二張 即是打三天就已經夠了 那有什麼要做呢 第一就是要五張做這個 潛水夫的防具 Alpha 另外呢 再要多五張 就做外觀裝備的潛水夫 那最後呢 就還有這個 兩張 票呢 就要做這個 可以做這個外觀裝備 黑超 墨鏡 那最後就 現在 有些人都沒有打這個USA的第一期 那現在就都在這個 納樑之宴裡面 就開放了